眼前这幅被精致相框表起来的画作 可是下半部却被碎纸机切碎 这是英国神秘涂鸦艺术家班克斯的作品 名为《气球女孩》 原本这个作品不是长这样的 一切要从2018年艺术拍卖圈的这件大事说起 2018年班克斯的作品在苏富比拍卖 最终以100万英镑的价格售出 一锤定音之后 现场不是响起掌声 而是全体倒抽一口气 因为班克斯在画作里藏了碎纸机 落锤之后马上自毁画作 我们在哪里 我们要再开启米约组 13号码 刀码掉了 突然我们听了一个吹哨声 不是一个Sotheby's的热门 所以我们就觉得什么事 大家都在外面的座位置 电话在空间 手机在外面的手机 我看过来 我站在电话桌上 看过来 照片就像是 它出现了半个框 我们才知道它已经削掉了 现在这幅作品有将近三分之二 被切成细条状录出在画框外 但画部的上半部还是在画框里 之前以100万英镑得标后的收藏家也坦言 虽然买到被撕碎的画作 不过也买下了一段当代艺术史 尽管如此 这个半毁损的作品将再度被拍卖 估价为400万到600万英镑 足足提高近7倍 这幅半毁损的画作再度出现在拍卖行 而且价格是节节高深 就不知道班克斯又会有什么稿作 让艺术界无法招架了 这幅半毁损的画作再度出现在拍卖行 而且价格是节节高深 就不知道班克斯又会有什么稿作 让艺术界无法招架了